最后这一段叫做能源的利用跟开发 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一些发电的方法 然后它的优点跟缺点 后面 后面 来这是我们教过的事情 一般的情况之下 一般的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我们会遵守质量守恒 质量不会改变 会遵守能量守恒 能量的总和不变 一般的情况 我们遵守质量守恒 我们遵守能量守恒 总能量不会增加 不会减少就这么多 像我们以前考过的所谓的力学能守恒一样 可是这个是指一般的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我们 我们前面有加一个叫合反应 对不对 合融合合分裂 合融合合分裂的时候 就不是质量守恒 也不是能量守恒 因为那里的质量会变成能量 能量可以变成质量 所以那里叫做质能守恒 质能守恒 质量加能量合起来是守恒的 所以如果你要考虑的是合反应 合分裂 合融合 那你讲的是质能守恒 质量跟能量的总和不变 这个件事情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们教过的事情 就是能量的总和不变 但是可利用的会怎样 越来越少 会来越少 因为一定在转换的过程中 有人会变成散乱的热能 不能被运用 所以会越来越 可用的会越来越少 所以就两件事情 一般反应能量守恒 质量守恒 加上合反应要质能守恒 但是虽然守恒 但是可利用的会越来越少 好这是两件事情 就考过问过 然后呢 可利用的越来越少 不会增加 所以我们要有效的运用 有效的 想办法让它好好用 我们介绍一些东西 看它有没有机会 把能量存起来 或者等一下 要交到所谓气垫共生 来帮助我好好的运用 好这些转换的效率 你也不用费 你看会不会说好 你就欣赏一下 你看看灯泡 灯泡电能变成光能只有4% 其他变成什么东西 都变成热 所以我们会说电灯泡很耗电 因为它大部分都变成热量跑掉了 没有被你所用掉 没有被你所用掉 然后一些不同的引擎 就看你也不用费了 不知道说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费用 有的效率高 有的效率低 有的效率低 之类的 就欣赏一下 看看就可以了 OK 好 那电能 电能现在对我们现在而言有个麻烦 就是电本身存不起来 我们希望有发展所谓的超导体 然后呢 就会电能就不会被损耗掉 就把它存起来 可是现在基本上电本身存不起来 所以发出去一定要走一圈回来 然后又要弄焦 这样 那我们想办法做别的事情 那帮我存起来 比如说大关发电厂 抽蓄发电 那就是这里 我晚上用电量少的时候 我就把水抽到上面的池子 然后白天要用电多的时候 我就把池水放下来 发电 所以反正晚上的电不用也白不用 就把它用来这样 要抽续发电 所以这样子循环使用 可以达到有效利用能源的目的 好 这个就是晚上 我就把下面的水往上冲 抽上来 把它多余的电去把这个水抽上去 更加配了它的味 然后准备明天可以用 明天可以用 所以就把它放下来 到白天就放下来 这样子就放下来 然后达到发电的效果 所以我就可以把多余的电 把它转换的方式先儲存起来 然后第二天可以拿出来用 这样会使我的用电的情况也有效率 就是一种抽续发电 有效运用 另外就是所谓的气电功升 就是有一些工厂 它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就会产生一些蒸汽 我就可以用一些蒸汽 来做发电的用 这叫做气电功升 然后石化厂 钢铁厂 这些造子厂 本身的过程中 它就会有一些 所谓的蒸汽来产生 然后用这些蒸汽 这些废热 然后呢 去推动我的发电机 这叫做所谓的气电功升 气电功升 就是一套设备呢 可以产生蒸汽跟电力 它热效率会很高 可以到85% 会比一般还好 然后它整个基本上呢 就可以满足这个 这个地方的自己的用力需要 甚至可以有多出来的 可以送给人家 送给人卖给台电 所以台电有一些补助的措施 让他们能够做这些事情 上次我们在那停电缺电的时候 就要讲这个嘛 希望他们能够把电拿出来 反正就是用这些方法 让我们的电的运用 能够更有效率一点 我们讲了一个抽去发电 我们讲了一个气电功升 这也都是有人曾经问过的 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OK